大家好,我来和大家说一下 一个无空插座家如何把两个三空的插头插进去 那有些为什么他是这样插的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那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不对 可在评论区留言 他把这个三爪的插头呢 首先插到我们的这个插座里面 直接呢是这样插进去 这样把这个三爪的插头插进去了 那还有一个三爪的插头 在两爪的这个里面怎么插 根本插不进去 没办法插 我们只有在这个两空的里面插这种两爪的 或者说我们插这种的 就能插得上轻而易举 就能轻轻而易举 这样插进去了 但是这种两空的呢 我们也这样可以插进去 如何把这个三爪的插头 插到这个两空的插座里面 这位师傅他是这样做的 大家看一下 三爪上的火线和零线呢 用手钳字 大家看 用手钳字这样遮一下 这样遮 把这个地线呢 直接从这个地方呢 剪断 或者说把这个地线呢 直接啊 这样压下来 它是这样做的 现在 它在这个里面呢 这样来插了 大家看 这样就能把这个呢 插进去了 我们用侧面看一下 插进去的怎么样 牢固不牢固 大家看一下 从侧面看的时候呢 它这个插进去的 还是可以的 下面的这个呢 接触的比较好 上面的这个呢 还是有点昆虽 因为呢 把这个地线 追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 把地线追过来之后呢 地线挡住了这部分 把这两爪呢 直接啊 这样插进去 那 这个方法 对不对 这个方法怎么样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但是我觉得 这个方法 临时硬直的手壳 长次这样使用 是绝对不用使的 作为电故呢 我们一定要 规范接线 规范运件 好了 如果你有想法 可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我们就要 分享到这里